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节目啊 来说一桩南洋野狐陵女尸案 这事呢 发生在2005年河南南洋市 2005年元旦前后 这南洋地区呢 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 这雪啊 积了有将近一尺后 大雪过后的天气呢 也是格外的冷 南洋市唐河县郭滩镇 李庄村小王庄自然村 有一老王 他呢 闲不住 1月8号下午的时候啊 他就顶着这寒风 走出家门了 踏着这积雪 就向自己家的麦子递走了过去 想看看麦子受没受到影响 但是当老王 走到村西头的一块麦地的时候 突然呢 他就愣住了 怎么呢 走着走着 就发现自己脚旁边 有一颗白森森的人头 这颗人头啊 已经是白骨化了 老王当时一看 嗷啷一声啊 赶紧就喊呐 报警啊 我家麦地里有颗人头啊 接到报案之后 唐河县公安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一开始呢 自然是来到现场 对现场环境 对头颅进行初步分析 技术侦察人员呢 一致认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恶性杀人抛尸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人头周围一定还会有其他的碎尸块 民警呢 就利用警权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在现场周围两公里范围之内 又发现了半截子被掏空内脏的躯干 一部分腹部肌肉 还有腿胳膊等等尸块 被发现的这个头颅啊 我们刚才说了是白骨化了 是个什么状态呢 就头上没有皮 但是有高度腐烂的肌肉 然后已经能够从这堆烂肉里面 看到那个骨骼了 后来又找到的尸块啊 也是残缺不全 平时一发现尸体 发现抛尸案 那就看长相啊 得确定尸源呢 但这个你可看不出来了 所有的人体基本特征都不存在了 民警啊 就站在雪地上 看着这些人体尸块 年龄多大 身高多少 相貌如何 你光凭借这尸块的表象 你看不出来 你要是整个的尸首吧 你能判断他身高 但现在是一块一块的 现场尸块旁边呢 还发现了一个包 这个包至关重要 因为这包一看 就是学生用的 里面有毕业留念册 有明线片 还有一些磁带 在过去啊 人们听歌 没有什么MP3 P4 P5 P8的啊 就是靠听磁带 拿个随身听 对吧 那么这些物品 似乎就暗示着死者的身份 是不是一个学生呢 或者说是刚毕业的毕业生呢 由于发现人头的现场啊 位于唐河县 以及相邻新野县的 四个乡镇的结合处 往东160米 就是省道 车流呢 很密集 地理位置也很复杂 加上 抛完尸之后 又下了这么一场大雪 对相应痕迹啊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 破坏性的影响 所以 民警围绕现场周边的搜索查询 这个摸牌走访 也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当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雪地里边发现人头的消息 很快可就在民间传开了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啊 因为这起杀人碎尸案 是河南南洋市2005年的第一起命案 所以18杀人碎尸案 也被立为了南洋市2005年的一号大案 针对现场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痕迹 警方就判断 歹徒异常的狡猾凶残 并且案件的侦破一定会非常艰难 这起案件也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 也被河南省公安厅列为2005年一号都破命案 随后公安部刑侦部门也对此案 给予了高度关注 可见这起案件 那是从公安部开始 包括省公安厅 包括市公安局 以及各级刑事技术专家 都异常重视着一起大案要案 那么专家们呢 也先后赶到了现场 分析案情 指挥破案 这场大雪啊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那是帮了歹徒的忙了 为什么呢 各种抛尸的痕迹 比如说可能存在的脚印 比如说可能存在的其他物证 那都让大雪给它盖住了呀 现场周围交通地理状况非常复杂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技术侦察人员 把最初的主要警力和经历 就聚集到了现场证据的进一步搜索 和分析论证之上 05年的时候啊 各种高科技的形式技术手段 也已经有了 并且已经运用非常成熟了 技术侦察人员的努力 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犯罪现场说话 让这些无名尸块说话 让他们能给警方 提供重要的线索 为了给案件的侦破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公安部 还有河南省公安厅的形式技术专家 先后赶到了案发现场 公安部著名的人体动物学权威专家张济松 法学专家敏建雄 还有河南省公安厅法医专家李力宏等人 都到了现场做了技术指导工作 为了最大限度的找到所有尸块 来拼成比较完整的人体 专案组啊 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搜索手段 可是事与愿违啊 其实在现场呢 有两口机警 一般情况之下啊 凶手做了案了 打算抛尸了 那么你扔到井里边 这不正好吗 可是两口机警并没有 相反的在离现场比较远的 临近公路的一个寒洞底下 又发现了两包尸块 所以民警啊 也在那纳闷 这两口机警这么好的 这么容易隐藏的抛尸地点不用 反而选择了容易被人们发现的寒洞来抛尸 到底凶手的用意何在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证据的进一步获取啊 让刑侦专家们对案件的性质 有了进一步的认定 根据尸体肢解 毁灭尸体 并且多个地点投放 一部分尸块掩埋的这个实际情况 专家组呢 为案情算是勾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 确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 恶性杀人随时抛尸案 根据现场的走访摸牌 以及气象部门又提供了 大量的详细的气象资料 还有被抛尸块所处的环境腐败程度等等来进行分析 受害人应该是被害之后随后被肢解抛尸 案发时间应该确定为2004年12月21号 也就是这一年的冬至之前 大雪虽然说是掩盖了一部分凶手作案的痕迹 在高科技支持之下 刑侦技术专家们呢 终于是找到了三块能够有利用价值的尸块 并且寻找到了与凶手职业有关的铁证 根据这三块有价值的尸块 刑事技术专家们通过持股联合等科学的计算方法 以及相关证据啊 当然具体怎么计算啊 怎么推断 这是专业的课程 是吧 咱们也讲不明白 总之吧 最后得出一什么结论呢 这死者呀 年龄应该是在25岁左右 身高1米58上下 体态呢中等偏胖 营养条件一般 是一女性死者 未婚或者是已婚但没有生育史 经过公安部 牙痕形式技术专家认定 这个女人右上门牙 有一个浅横勾 这是因为发育不良的原因 造成的牙齿的变异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啊 技术人员呢 就准确的勾画出了 死者生前两张微妙微笑的面部画像 同时啊 在尸块上发现了包裹的纱布 根据这纱布 再通过技术手段这么一判定啊 这就发现了能够体现凶手职业特征的铁证了 什么人没事会准备那么多纱布啊 恐怕是医生或者是懂医术的人员 在通过抛尸现场获取了相应证据之后 专案组查找尸员的工作方向也进一步明确了 寻找范围也进一步的缩小 刚刚咱们还提到一个问题 现场有两口机警 但是凶手没用 这就证明什么凶手对现场并不熟悉 就是他来这抛尸的时候 根本就没发现这有两口机警 这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是作案之后一地抛尸 2005年5月上旬的时候 大伙啊都在那欢度五一节呢 是吧 出去该旅游旅游 该聚会聚会 但是南洋市公安局可没闲着 在南洋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之下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多个警种联动之下的 寻找尸员的行动在全市展开了 2005年5月24号 一位来自河南省邓州市的老人 在接到邓州市警方的排查通报之后 认为画像上的受害人呢 很像他已经失踪了四个多月的女儿 于是呢 按照警方的要求来到了南洋市公安局查询 这个信息立刻反馈到了专案组 经过对报案人提供的照片 以及特征的查证 专案组认为和受害人是相似的 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技术鉴定 5月26号鉴定结果出来了 那么受害人是不是这位老人的女儿呢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 2005年5月24号 一位来自河南邓州市的老人 在接到警方排查通报之后 认为受害人很像他的女儿 所以呢 就到了南洋市公安局查询 5月26号的时候 经过南洋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部门的鉴定 认定此案的受害人 就是邓州市小杨营乡某村23岁的女青年 叫张小女 因为啊 由此前在抛尸现场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 获取了铁证 诗员一旦查明了 那这破案那是势如破竹啊 在南洋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领导的带领之下 专案组呢 以南洋市区为重点 迅速对张小女的婚姻状况 经济状况 以及社会交往情况进行调查走访 经过查证 张小女呢 小学毕业 生前呢 曾经去深圳打工 在南洋市呢 当过服务员 售货员 人员交往比较复杂 根据南洋市公安局行动技术部门 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取的线索 在南洋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统一指挥之下 专案组的民警和派出所的民警相互配合 将受害人生前曾经活动过的南洋市区早林区域 作为重点的排查区域 经过四天的走访摸牌 警方确定化妆品店老板刘某是重要嫌疑人 此后啊 办案组还确定了医生王某崔某 等五名重要嫌疑人 但是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调查 他们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好不容易排查出来几个重点嫌疑人 这作案嫌疑又被排除掉了 难道原来的侦破思路有问题吗 警方决定改变侦查思路 从张小女的手机通话记录查起来 经过查证 案发的前几天 张小女的准确位置是在南洋市白河以南的早林街地区 15号下午 手机关机之后一直没再开机 通过对死者手上的胶布以及棉球 进行DNA鉴定发现 上面只有死者一个人的血迹 因此可以推定 张小女是在输液的时候被害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这个判断 警方对这一区域进行大面积的排查 重点排查大小卫生所和诊所 2005年5月31号 一个个体医生被作为重点嫌疑人 纳入侦查人员的视线 这个人呢 叫房越海 这人呢 是河南邓州人 各位 跟张小女可是老乡 她呢 曾经在2003年7月 在南洋市早林街租房开诊所 据知情的群众反映啊 04年12月16号前后的一天夜里 突然就搬家了 20号左右 又回来把诊所的墙壁粉刷了一遍 就在专案组开始重点排查之前 这个人又去向不明 2005年5月31号晚上 南洋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大药案大队的大队长 惠俊仙 会同唐河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海军 带领着技术侦查人员 连夜对房越海粉刷的房间进行重点勘查 就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十几处可疑的点状血迹以及其他的物证 至此 房越海的作案嫌疑进一步上升 与此同时 唐河县公安局民警在连夜的排查之中 发现了房越海在唐河县境内的行踪 有句老话说的好啊 兵贵神速 2005年6月1号凌晨 唐河县公安局局长别战军带着十来名民警连夜赶到唐河县郭滩镇白马四街 房越海啊 刚搬到这儿来 这一下子可就把他抓获归案了 在铁证面前 50岁的河南省邓州市腰垫乡人房越海最终交代了犯罪经过 那他为什么要杀害张小女呢 2004年12月13号下午 从邓州来到南洋找工作的张小女 因为胃疼啊 他就来到了房越海的诊所治疗 为什么到他这来呢 因为他们早就认识 毕竟是老乡 老乡在这开诊所 那治的放心呢 他过来之后呢 不仅让房越海给他治疗这个胃疼的毛病 还想着跟房越海啊 学学医 可他没想到这一去 可就踏进了鬼门关了 在治疗期间呢 房越海在给张小女输液的时候 悄悄的加入了麻醉剂 因为房越海之前呢 就感觉这张小女啊 长得挺呆劲 他多性感 我得睡了他 加了麻醉剂之后 趁着张小女昏睡的时候 把张小女就强奸了 张小女啊 从小上学不多 文化水平的比较低 长相啊 说实话一般 他在打工过程之中呢 也多次受到挫折 所以内心总是自卑的 在受到房越海的强奸之后 他没有想到用法律维权 反而醒过来之后 跟房越海说 我做生意没钱 你给我准备三千块 要不然 我就告你强奸罪 房越海啊 之前就有过强奸的前科 他一九九五年 因为强奸病人 被检察机关 批捕之后 一直在逃 没抓住他 如果一搞发 那罪行肯定败露啊 所以这时候 他就起了杀心了 但他呢不动声色的说 小女啊 这几天呢 房叔手头有点紧 这么着 你明天下午来拿吧 十五号下午四点 张小女斜跨着小包 来到了诊所 小女 今天下午 你还输业吗 输吧 输了你给我拿钱 咱们两清 房越海一边给他配着药 一边啊 就观察着张小女 趁着张小女没注意 他呢 又在这书的夜里边 加了几支麻醉剂 书完夜之后 张小女说 我这头发沉 困得很 不一会儿 张小女可就睡过去了 等张小女一昏迷 这房越海用事先准备好的锤子 猛的就击打张小女的头部 因为疼啊 张小女就醒过来了 喊叫着滚到了床下 房越海摁住了他 右下杀手 把他就杀死了 随后用准备好的菜刀和手术刀 迅速开始了碎尸 为了让人不容易从尸块上辨认出死者身份 他呢 还运用手术的技术 进行了扒皮分尸 把张小女的皮 尤其是头皮脸皮 就扒下来了 当天晚上 趁着夜色 房越海悄悄的推着自行车 把两袋尸块 就放到自行车上 天亮之前 埋在了312国道 双铺收费站附近 第二天呢 房越海的儿子房强 就发现了父亲杀人碎尸 这事 可房强呢 不仅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 反而按照父亲的意愿 去买了食品包装袋 跟父亲一块 把剩余的尸块装起来 帮助父亲毁尸灭迹 2004年12月16号 房越海雇车 带着尸块 赶到了百里之外的 唐河县境内 把其余的尸块 就抛在了唐河县 郭瀚镇境内 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 他故意在抛尸现场 留下了学生用的挂包 以及毕业留念册 明信片 磁带等等学生用品 并且在案发之后 多次更换诊所的位置 同时 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这自作聪明的房越海 故意不跑远了 以利用从医的身份 达到这种长期隐藏的目的 案发过后 呼呼的下了那么多天大雪 房越海当时高兴极了 但他没想到 在高科技武装下的 行事技术面前 大雪 那也没用啊 这正应了那句话呀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2005年6月10号 房越海以涉嫌杀人罪 被唐河县公安局逮捕 最终房越海被判处死刑 他的儿子被判处死缓 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不是个例啊 哪怕时至今日 依然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在2020年10月6号 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32岁的妈妈 叫徐丽 她呢 到了山东济南立夏区的 一个小诊所里边看病 她的女儿小敏呢 8岁 没人管着 所以徐丽看病的时候呢 还带着小敏 在这期间 徐丽到二楼接受治疗 那么这小敏呢 独自一个人在一楼玩 这时候啊 一个姓张的诊所医生 就把小敏呢 带到了诊所一楼的监控室 还有小仓库里边 对小敏实施了猥亵 第二天小敏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这才去报警 直到今年啊 这起案件才正式宣判 那么在这儿呢 就是提醒大家啊 就医的时候 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就医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尽量的不要去找那些黑心小诊所啊 另一方面呢 就是年轻女孩子在就医的时候 尽量的找亲朋好友的 在旁边陪同着 避免发生类似的意外 哪怕不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是吧 一些黑心小诊所 它的医疗水平也确实是有限 在这插一嘴吧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我有一个同学踢足球 被人踩了一脚 整个脚就肿起来了 肿起来之后呢 我们几个人呢 就带着他找了一个小诊所 因为我们学校离大医院也远啊 就想着种种开点药就完了呗 到了诊所里面 大夫一看 哦 行啊 拿药去吧 卡卡写了几个不认识的大字 等到了药房 把药一拿出来 各位猜什么药 达克宁 随后我同学就拿着达克宁 就又回去找大夫 大夫 我这脚肿了 你看骨头有没有问题 啊 没事 我这不是脚亲 给我开达克宁干什么 没事 回去抹去吧 这是发生在黑心沉所的真实事件啊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啊 所以你像我们平时看病 去找正规的医院 实在不行 正规的社区卫生院 那也是没问题的 至于那些跟什么饭店宠物店 开在一块的诊所 甚至开了菜市场里边的诊所啊 你一定要留意 尤其是那些里边坐着一老头 恨不得包治百病的啊 妇科也能治 男科也能治啊 骨科外科全能治 这种 各位一定要小心 行了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才会